我们了解短剧的相同特性之后 我们要知道付费卡点的情节 才是这部剧能否赚钱最终的决定因素 那么如何设置付费卡点呢 接下来就是我们要讲的第三点 据官方统计 在抖音平台宣传投了一个短剧 每月上新卡达四五百步 其中头部的包含案例至少有几十步 通过研究这些包含案例 我们会发现先意后仰是一种惯用的手段 也就是说让主角被羞辱欺凌 这些先意然后在他即将反击的时候 情绪最高涨的时候卡点 是最能刺激用户的付费的 这也是拿捏了受众群体最期待 后续爽感的一种心理 比如我们三中团队的一个作品 叫我有九千万一填狗金 就是男主在被追求多年的女生羞辱 骂他是填狗啊 又被反派嘲讽没钱的时候 男主豪指千金 准备打脸反派 给观众正向情绪反馈的时候卡点 其实更直白点来讲就是在故事的起程转合中 转的时候卡点 也就是说制造反转 刺激情绪